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爱德华,欢迎收看股市相对论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讲股市趋势技术分析第四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们将讲三个形态 分别是上升三角形形态、下降三角形形态和相体形态 重要的反转形态,上升三角形、下降三角形 上升三角形和下降三角形可以统称为直角三角形 这是一个上升三角形 在上一个视频我们在讲对称三角形时说 对于对称三角形在突破之前 我们无法预知股价会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突破 同时提到对于上升三角形和下降三角形有很好的预示效率 那么上升三角形的预示效率就是 上升三角形会预示股价将向上突破 上升三角形以最简单、最普通的形式 记录了日益增长的买盘在某一固定价位遭遇大量卖盘的过程 上升三角形走势表明 某些持有大量股票的投资者会在预定价位 有计划的出货 如果买盘源源不断 那么在该价位出货的卖盘最终将被完全消化 随后股价就会快速上扬 这是一个下降三角形 下降三角形预示着股价将向下突破 下降三角形形态的形成 常常源于一群投资者或者是某个财团 以一个低于市价的水平大量收购某只股票 该买单下达之后会一直持续到以该价格全部成交为止 如果由此引发的涨势被新的卖盘以更低的价格消化 那么买单最终会全部成交之后价格下跌 而下界线的突破则会打击前期没有卖出股票的投资者的信心 引发更多抛盘 加速股价下跌 与对称三角形相比 直角三角形有很强的预示效率 确定性更高 假突破的概率更小 失败的概率也较小 上升三角形的特点有什么呢 我们来看 这张图在股市趋势技术分析第一个视频当中 我们曾经引用过 并且当时就指出这是一个上升三角形 我们来看它的特点有哪些呢 第一突破上升三角形的上界线必须是带量 也就是说必须带着巨大的成交量突破才是有效的 第二个特点是 接近三角形顶点时成交量是成萎缩的状态 第三个特点是 在三角形内部股价的上涨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 股价的下跌成交量也会缩小 这就是上升三角形的特点 下降三角形的特点 图中是两个下降三角形 它的特点第一是成交量在股价上涨时会缩小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量是在股价上涨时缩小的 下跌时会放大 但是有的时候成交量的变化不是那么明显 第二个特点是 形态突破前 成交量是萎缩的 第三个特点是 向下突破时成交量变化并不明显 但是突破两三天以后 交头就会活跃起来 成交量也会随之放大 这就是下降三角形的三个特点 那么直角三角形突破后 最小的涨跌幅目标又是怎么测算的呢 这里有个上升三角形 从第一波反弹的高点 也就是三角形的左上角 画出一条平行与三角形下跌线 从左向右向上倾斜的直线 就是最小涨幅的目标测算 对于下降三角形 从第一波下跌的低点 三角形的左下角 触发画一条平行与三角形上界线 从左向右向下倾斜的直线 就是最小跌幅测算目标 注意 该公式能让我们测算股价 突破三角形后的最小涨跌幅 但是它与头肩形的测算公式比起来 既不精确也不是那么可靠 三角形形态的小结 对于直角三角形 包括上升三角形和下降三角形 一旦它们成形 我们便会知道其后续的走势 也就是直角三角形的预示效率 而对于对称三角形 虽然股价很有可能在突破后 维持之前的走势 而非逆转 但是在其最终突破前 我们并不能预测 其后续的走势 下面我们讲 第九个重要的反转形态 箱体 这是可口可乐 在2018年左右形成的一个箱体 箱体是由上界线和下界线 构成了这么一个箱体 实力相当的两股力量之间的较量 在上下两条界线之间形成的箱体 在界线被有效突破之前 无人能预测向上还是向下突破 那么箱体形态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 从走势上来看 箱体形态与对称三角形相似 在其突破前 我们并不能预测其后续的走势 我们称对称三角形为存移形态 而称箱体为冲突形态 刚才是箱体与对称三角形相比 箱体与头肩形相比 头肩形形态展现了强大的卖盘 和弱小的卖盘之间的冲突 在冲突结束之前就已经胜负一定 箱体反映了实力相当的两股力量之间的较量 卖家想以特定价格出手 而买家想以更低的价格入手 两者不断拉锯 直到最后 甚至是突然 其中一股力量耗尽或者是投降 另外一股力量胜出 在界限被突破前 无人能预测胜负 箱体形态的成交量 这里有个小箱体 这里有个大箱体 与三角形的成交量走势相同 都呈现逐渐萎缩的特点 除非是短时间内受到消息面的影响 否则任何有备于此规律的成交量面化 都是很可疑的 箱体形态的突破 股价突破箱体形态后 既可能往上也可能往下 但是在突破之前 根本上无法预判 第一股票收盘价突破界限 至少要有3%左右才能算有效突破 不然的话容易是假突破 第二向上突破 需伴随着成交量的明显放大 若成交清淡 则不能确定股价突破 向下突破 无需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 往往只是在股价跌破箱体内的最后一个短线低点后 成交量才会显著放大 如果箱体形态一开始就伴随着较大的成交量 那么向下突破往往是假突破 如果股票放量跳空留下的缺口 通常会发展成两三天的震仓走势 随后迅速反弹 才能真正进入上行趋势 箱体形态的假突破与不成熟的突破 这是苹果在2017年到2018年左右形成的一个箱体 在上面形成的一个假突破 箱体形态出现假突破的概率 远低于对称三角形 形态清晰的箱体几乎和头肩形一样可靠 尽管效力不及头肩形 这里是箱体的不成熟突破 和三角形相比 箱体出现不成熟突破的概率会更大 箱体形态的反抽与方向性的趋势 反抽 箱体与对称三角形相比 股价突破形态后回归的概率更大 股价突破箱体后 两天到三周内回归的概率大约是40% 反向性趋势 箱体成为整固形态的概率 大于成为反转形态的概率 作为反转形态的箱体 更多见于长线或中线的底部 而不是在顶部 长线底部常常出现又长又窄 焦头清淡的箱体 箱体形态的测散公式 股价突破后 其最小涨跌幅应该等于 箱体的上界线和下界线之间的距离 当然可能会更大 这又是一个箱体 向下突破 在这里出现了不成熟的突破 一般来说 又短又宽 接近正方形 焦头活跃的箱体 预示着更大的涨跌幅 而骨架突破又长又窄的箱体后 往往会在最小涨跌幅为停留或者是回调 然后继续上攻或者是下行 就像这个例子就是 这个箱体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 所以在向下突破后 就在这里停留徘徊回调 很长时间 然后又继续向下调整 好了 今天对于上升三角形 下降三角形 还有箱体 讲完了 在下一个视频当中 我们将要讲重要的反转形态 双顶或者是双底 以及三顶或者是三底 感谢您的点赞订阅 您的点赞与订阅 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如果感觉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大家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 谢谢 再见